香港有意在7月23日和7月31日之间的日期 出售其依赖于通胀率的政府债券 约100亿港币 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民众的购买能力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该地区的通胀数据 那么这一行动对于香港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与我们连线进行讨论的是艾米原装 首先我们知道香港的失业率保持在3.2%不变 尽管劳动力市场处于良好状态 那么请问由于零售业和旅游业的不确定性 香港经济的前景是否不佳 确实如此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6月份的失业率是季节性的 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失业率年龄组的情况下 我们会特别注意到15至19岁和20至29岁的跌幅是最大的 因为年轻人从学校毕业了 如果他们不打算继续追求自己的学业 那么他们则认为自己已经失业了 因此6月份的数据是受到季节性影响的 是暂时的 其次第二点 零售和旅游业的下跌也影响了经济 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指标会出现修正 自纪念年初 香港的游客数量大大减少 如果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冲突继续 那么政治局势的紧张 也会对零售和旅游业造成更持久的影响 香港的年通胀 较上月发布的数据3% 增长至3.1% 就这样的增长 您有何看法 您认为不久的将来 会对市场造成影响吗 我把它称之为较小的变化 0.1%几乎是横向变动 此次上涨主要是由于6月份 原料价格上涨 导致公共服务价格上升而引起的 鉴于与伊朗谈判达成协议的结束 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 原材料价格都会出现回落 这将对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胀水平 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这个小幅上升的通胀率 甚至目前都没有稳固住 香港有意出售其依赖于通胀率的政府债券 约100亿港币 以维持民众的购买力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一行动 我认为保持人口购买力 这是非常合理的 也是很必要的一步 香港与中国大陆密切相连 包括住宅房地产市场 香港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每天都在上涨 中国大陆的居民也经常前往香港购物 所以保持人口购买力 保持消费者信心水平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考虑到这些因素 通胀可能会波动不断 香港的债券市场相当发达 但是与股市相比 它并不是人们最流行的选择 上个月香港股市一直波动很大 6月底到7月初 市场累积的泡沫破灭 很遗憾 这一段时间内市场一直是持续走低 总体上亚洲股市都遭遇着巨大波动 而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居民消费者 购买力的下降 艾米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尽在都高斯贝电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